我們接下來的這個範例啊 我們要來去分段座 這邊等於是有三個區塊 有底座有中間連接的 這一支還有上面這個 圓柱的部分 那我們呢會從底座先開始做 從底座開始 好我們開一個 新的零件檔 1204-4 好我們把基準面打開 這時候呢我會選擇草繪 選擇TOP面 草繪進來 然後呢 基準面可以關掉 我們這邊選的是中心矩形 從圓點拉一個 矩形出來 然後呢這邊給他一下尺寸 他這邊告訴我要90 好然後這邊是60 好那這邊做完之後 這邊做完之後 我把這邊的 雙頭元件稍微做一下 好從這邊 我去拉一個 中心矩形出來 然後這邊可以做一個圓弧 這邊做一個香切的圓弧 好 這邊就直接刪掉了 然後我加一條中心線 加一條中心線 然後我會把這一堆東西 鏡像 選這條中心線 鏡像過來 好然後再對他去標一下尺寸 圓芯跟圓芯 這一段是 62 然後呢這一段是 5 半徑的5 好再來 這個地方有一個這個尺寸是什麼 這個尺寸我看一下 這個尺寸好像 呃 哪裡啊我看一下 62 2 喔 欸 這個尺寸 喔這個尺寸其實是長度啦 長度還沒有標 他的長度是20 20 好這邊可以做完 好這邊做完了要注意一下 他這邊其實有導圓角 這邊有一個R3的圓角 我呢 打算在 3D裡面做 我不打算在2D裡面做 好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其實在Crew裡面的2D導圓角 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怎麼說 你看一下 我今天做導圓角 我去選兩個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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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基本上 已經跑掉了 然後呢我還要去設定 4個圓角相等 我要做很多的動作 然後再去設他的半徑等等之類的 我個人覺得有一點麻煩 我們在3D裡面做的時候我就直接做 反而會比較好做一些 所以呢 像有一些圓角的 在Crew裡面 我 都反而傾向是在3D裡面做圓角 好 會比較方便不用 不用多按那麼多按鍵啦 好這邊做完之後 確定 然後我要對他去做漲高 漲高的部分呢 這邊是15 好 然後我今天要來做導圓角 這邊來教同學一個導圓角的一個技巧 他這個地方不管是 外型 還是他的這個地方的 高度的圓角 都是 R3 假定都是R3 你看喔 我今天對他做導圓角 我們在之前的章節裡面不是有跟同學說過嗎 如果都是一樣大的我是不是按著Ctrl鍵 去加選 要按著Ctrl鍵 去加選 這樣子他們才會算在一起嘛 才是通通都是R3嘛 以後要改大家可以一起改嘛 好 這是 這是第一種做法 那我們現在講 第二種做法 第二種做法是 我今天 一樣是R3 我點這個邊 按著Ctrl鍵 我去點這四個邊 好這四個邊做完了喔 確定 那 做完之後其實這一段就是一個相切的面 輪廓也是相切的輪廓 那當他是一個相切的 面跟輪廓的時候 你今天再去做一個導圓角 你去點其中的某一個邊 他會一口氣全部包起來 這樣子做 其實會比較快一點 好 那 我真的是分兩個動作做喔 那我們之前不是又有跟同學說過說 老師 你可以坐在一起啊 你為什麼不坐在一起 對不對 你這四個邊選完 你可以直接去選 外面這一圈啊 好你按著Ctrl鍵 你去點他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並沒有幫你包起來 好為什麼沒有幫我們包起來 因為你還沒有確定 這四個圓角其實還不是百分之百 成立的 有沒有 你哪一天按著Ctrl鍵把它取消了 那怎麼辦 所以說 這個圖形呢 你在還沒有確定打勾 還沒有打勾確定以前 其實這四個圓角 不見得是百分之百成立的 所以 以這個圖形來講 我沒有辦法一口氣做 那同學又會說了 老師那我可以做一個新集合啊 一樣的意思 一樣的意思 你這邊還沒有打勾 這四個圓角還不是百分之百成立的 他也沒有辦法一口氣幫你串起來 所以 所以 這些地方 都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必須要把四個圓角 真的 確定了 然後再去做第二個倒圓角的時候 選其中某一個邊 他才會幫我串起來 這個時候我故意分成兩個特徵來做 那是不得已的 一定是先有A 才能有B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分成兩個特徵來做 這一點倒是要注意一下 好 這邊請同學可以先試試看 好嗎 謝謝 謝謝 謝謝